ChairGPT是由OpenAI开发的一种新的人工语言模型,其专门撰写对话和文本,人们几乎可以问他任何问题。 这个聊天机器人都会用令人惊讶的精心准备的文字来回答,而且答复的信息比许多人的答复更有说服力。 ChairGPT建立在OpenAI的GPT三大型语言模型家族之上,并通过监督和强化学习技术进行了微调。 GPT是指Generative Pre-Train Transformer模型,GPT三世含有1750亿个参数的语言大模型,其性能本身就很强大。 ChairGPT可以与人类进行交谈,可以回答连续性的问题,它会承认回答中的错误,指出人类提问时的不正确前提,拒绝回答不适当的问题。 当然ChairGPT的答复并非都是正确的,因为正确性需要依赖正确的训练数据,这一点很难完美实现。 ChairGPT的核心功能是模仿人类的对话,但是它还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,例如可以写文学剧本,学生论文,电视剧,总结一本书的内容,编写软件程序,还可以生成游戏剧本,创造音乐,创作诗词,模仿某人风格发推文等等。 ChairGPT所有的交互都是采用自然的文本语言进行的,只要人们在输入框中输入问题或者提示信息,ChairGPT就可以做出相当准确的对话式答复,由于它具有一定的记忆能力,因此对话式可以就某个话题连续进行,而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。 ChairGPT是在去年11月推出的,短短几天内就吸引了100万用户的使用,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,由于推出时间短,目前还无法预测未来会有哪些应用,但是在教育,医疗,娱乐,搜索,陪护等方案会有很大潜力。 好,现在他说100万用户已经又扩大了100倍,简直是个爆炸性的一个APP,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快的一个月就可以达到用户,活人用户啊,真人用户达到一个亿,又是美国人搞出来的。 这个美国的这个公司叫做美国人工智能公司,OPAI顺势啊,人工智能公司,又是美国人搞出来的,就什么东西都得要美国人搞出来,是吧,这个要付费,每个月要付20美金。 是个什么意思呢,要我来理解,像我这个初二不准失业农民工国的这个福利来了,我连英文字母都读不全,也不是26个,还是25个,还是28个,我都搞不清楚。 G和G我就分不清楚,我的读院读不清楚,我还看西里医生了,他说你这个是一种精神障碍,精神病人。 初二不准失业农民工吧,英文就全完蛋了,但我还只看英文电影,看有字幕的那种。 我的福音就来了,就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讲,我都可以随便写英文的,所论文的诗歌啊,剧本啊, 英文的我都能写,日文的我也能写啊,世界任何语言的我都能写啊,就是我的一个语言助手,我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,可能这个搞文字的人,这个冬天就来了。 你在那里,扣扣扫手手的写字的人就完蛋了。 太难了,是吧,人得和人工智能来拼,那当然,你再和他拼上了,那你就可以成为什么艺术大师了,什么语言比加索,语言的这个大艺术家。 像我们普通用语言的,写个诗歌,写个剧本,写个小文章,完全没问题了,是吧,我们做视频组的春天也来了,多厉害。 这里说啊,最疯狂的就是这个美国抖音,是吧,九个月可以达到一亿,这是最疯狂。 相比之下呢,像什么照片墙啊,用了两年半才达到了一个亿,美国的这个最厉害的软件。 而他这款软件一个月就达到了一个亿,微软赶快向他注入投资,要注入投资数十亿,提子钱都找这家公司投资,就可以说这么活。 下一步,对我们这种内容生产者来讲,福利都不知道有多少,因为下一步这个APP不知道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。 很快啊,很快我就要在那里出现了,或者很快我就把那个东西演进到这里来了啊。 你不服刑吗?是吧,美国就是一个小联合国,是吧,它不是个国家美国,是个人类联合体,应该这样说。 它不是国家,用国家的概念理解美国不对的这个事,不准确的,它不是个国家,它是个人类联合体。 就是那些个笨蛋到那里去,都可以变成精英的那种联合体。 我这个笨蛋就在这里做视频,拼命的想挣路费要去那里啊,我是越来越有信心了。 而且那目标给我越来越召唤我嘛。